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针对抵制新疆棉花仪式 HM中国发布声明 HM集团对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和媒体的报道深表关注 其中包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 声明中 HM集团表示 我们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 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原材料 声明称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区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供应商从该地区与更好的棉花计划BCI相关的农场采购棉花 由于在该地区进行可信的禁止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 BCI已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BCI棉花许可证 这意味着我们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 24日晚间 HM再次发表声明回应 据不认错 声明宣称 HM集团一贯秉持公正透明的原则 管理我们的全球供应链 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遵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 如经合组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准则 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这份声明并未直接提及新疆 也未就抹黑新疆言论道歉 网友更愤怒了 写作HM 独作荒谬 消息一出 中国网友集体怒了 纷纷前往HM中国官微留言声讨 品牌代言人黄轩也宣布停止与其合作 不到半天时间 京东淘宝等购物平台搜索相关商品已无显示 HM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值蒸发2.8% 中国在2020年占公司5.2%的营业额 整齐行动彰显强烈民意 一边坡物构陷抵制新疆产品 一边还想大赚中国人的钱 妄想 值得注意的是 HM声明中还提到了一个组织 名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其中声称BCI已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BCI棉花许可证 因此HM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 这一组织中的会员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品牌 这些品牌也曾发表过和HM相类似的声明 在涉疆问题无端指责中国打压新疆棉农和棉花产业 有网友发现耐克也曾发布类似声明 表示不会采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 并已与合作供应商约定不使用该地区纺织品或纺杀 截至发稿前 耐克已经报上了热搜第一 25日上午 乐华娱乐发布声明 称即日起 该公司艺人王一博终止与耐克品牌的一切合作 坚决抵制任何污化中国的言论与行为 国家尊严不容侵犯 坚决维护祖国利益 随后 谭松运工作室发声明 终止与耐克品牌一切合作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抹黑和造谣中国的恶劣行径 BCI脱胎于2005年世界棉花基金会一次圆桌会议的倡议 随后扩展到世界多国 他们自己宣称 其主旨在于使全球棉花的种植及生产更有利于棉农 更有利于种植环境 更有利于该产业的未来发展 可说来可笑 其一段时间以来的所作所为 分明严重损害了新疆地区棉农的利益 以及棉花产业的发展 今年1月13日 据路透社报道 就在离任下台前夕 特朗普政府还操弄强制劳动这一借口 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地区的棉花和番茄产品 而在去年10月 BCI曾发布一则新闻稿 并于今年3月重新编辑过 其中同样宣称 新疆地区存在强制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现象 这不符合该组织的行为标准 需立即通过吊销或拒绝BCI许可证来处理 从2020年3月起 BCI就暂停在新疆地区发放许可证 因而新疆的优质棉花也不再获得BCI许可证 事实上BCI号称是一个非盈利组织NGO 即产业类的NGO 它制定了相关标准 要求会员必须使用他们认为符合标准的棉花 才能使用BCI标志 除了所谓环保标准 BCI鼓吹所谓提倡体面劳动 该组织凭空捏造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强迫劳动的谎言 借此封杀新疆棉花 作为其中会员HM也自然和其保持一致 目前根据网上披露的消息 除了HM之外 还有大量的西方公司 比如优衣库 耐克 阿迪达斯 鳄鱼 ZARA 拉夫劳伦等 要求禁止使用含新疆棉花 沙线棉制品 迅销 优衣库母公司 东芝 日利 索尼 已制定政策 结束与涉嫌新疆所谓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的业务往来 去年三月 美国品牌 美国品牌耐克曾发布一则英文声明 声称对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报道表示关切 他们不从新疆地区采购产品 以和合同供应商确认不使用新疆地区的纺织品或纺杀品 此外 耐克还称 其在中国青岛的工厂已停止从新疆地区招聘新员工 该工厂将不再有任何新疆员工 在德国品牌阿迪达斯去年的一份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报告中 也提到美国对新疆棉花实施制裁一事 阿迪达斯声明称 他们从未在新疆生产过产品 早在2019年春季就已让所有二级原料供应商停止从新疆地区采购棉纱 阿迪达斯还支持BCI的倡议 不再对出产于新疆的棉花予以认证 去年8月 日本快销品牌优衣库母公司汛销曾在官网发布一则新闻稿 表示没有优衣库产品出产于新疆地区 优衣库的任何生产合作伙伴 均未转包给新疆地区的织物厂或仿杀厂 此外 训销还声称 该公司对一些报道中 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表示严重关切 近段时间 某些西方国家从媒体到政客再到所谓学者 热衷拼凑事实捏造证据 抹黑新疆存在侵犯人权行为 对这些弥天大谎 我国外交部早就一一戳破 并揭露其险恶用心 打着人权的幌子 以各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遏制中国发展 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有八十多个国家 以共同或单独发言形式 声援和支持中国 在新疆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这足以说明 公道自在人间 少数西方势力的恶意操弄 蒙蔽不了世人的眼睛 此时此刻 一家服装品牌却跳江出来 不分青红皂白 大欧正义造型 实属细精 至于HM专门提及的 暂停在新疆发放棉花许可证的BCI 该机构有没有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 毫无实据 信口雌黄 诋毁新疆棉花 诋毁中国治理 意欲合围 说到底 一些人哪里在乎棉花的黑白 只是以为用下座招数 卡住新疆的支柱产业 就能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 牵制与新疆棉花相关的大量供应链罢了 然而 近年国际棉花供需平衡表显示 棉花市场整体缺口达150万吨 一直供不应求 再退一万步说 棉花本身是耐储农产品 中国市场又拥有巨大回旋空间 新疆棉花 岂会怕谁抵制 抵制表演杀伤力甚微 自损倒是极强 以HM为例 中国虽然只是其全球第五大市场 却是最早摆脱疫情影响的市场 席卷全球的疫情 给快时尚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危机 截至去年三月 HM已在欧美市场关店近3000家 此时又在中国作妖 不妨看看前车之鉴 2018年 意大利品牌DG 在广告片中歧视与丑化中国文化 遭到广泛抵制 前段时间 其为重回中国市场 大把投放广告 等到的全是滚出去的呼声 现如今 各大网购平台仍难寻DG踪迹 不少线下门店也关门大吉 事实说明 跨国贸易必须以尊重为前提 如果是对中国不够了解 我们可以给足认识时间 但若骨子里根本就是歧视 也不打算尊规手举 那还是不要幻想在中国淘金 吃饭砸锅寸步难行 谁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 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犯错 等待他的就是坚决抵制 乃至永久封杀 放眼中国各大论坛 已有网友开始搜罗 参与抵制新疆棉花的品牌黑名单 无论是此前多有国民好感度的品牌 得到的高赞评论权是 不买了 坚决抵制 话说回来 据网友分析 西方人之所以热衷 从棉花下手造谣 与其历史文化基因密不可分 白人开的农场里 洁白的棉花背后 全是黑人的血泪 支撑起整个西方工业化 原始积累的棉花 正是黑奴的鲜血染红的 此时回看西方种种污蔑 倒真是接了自己的牢底 成了讽刺的笑话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